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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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给我惊人点啊 刷 别跟双打了似的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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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谬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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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进咱们班子 刷 那个顶个在战场上 都得优手倾敌的绝活 钉是钉 锚是锚 派上用程才行 刷 刷 刷 向小安 蒙上眼睛也能摆不穿影 刷 为了他就算得罪三班长 我还是那个字 指 王爱珊同志 王班长 我正式地提醒你 你得罪的不光是三班长 就咱们全联各班班长 对你都有看法 说看到咱们六班的人 就像见到温神一样 鼻子不像鼻子 眼睛不像眼睛 嘴巴不像嘴巴 怎么看都觉得行 我说董事长 你还别总胳膊肘往外过来 我这么做 不是为了六班的长远考虑吗 再说了 他长风子要是做人没问题 我能这么容易 就把小安劝过来 可你却用的是什么手段 什么计谋 就拿小安这事来说 我对你的确是有看法 有看法可以 你可以保留意见 我倒是觉得你自己 应该好好反省反省 上次闯北线哨卡那次 要不是你一鼓行 那班长能牺牲了吗 班长要是跟我回来了 我至于费这么大劲 同整六班吗 哎呀 行了 都少说几句 哪那么大火气啊 鼻子 班长 你那话是不是说重了 重什么重 我不帮着帮着他 他永远没记性 同志们 下面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咱们六班 按照国外先进的部队建制管理 有针对性的 分成四个战斗小组 目的 提高个人激战水平 方便实战应用 当然了 现在人员严重不足 我先把各小组的负责人名单定一下 等以后部队补权人员的时候 我给每个小组补齐三名战士的编制 下面我宣布一下 各小组负责人名单 攻击组 由我负责 小岸 到 你归我这组 是 侦察组 由副班长王嘎的负责 掩护组 由孙大光负责 后援组 展示由董德瑞负责 刘雨和 到 你归他这组 报告班长 我删成刺杀 更是我的弓箭组 行 那你负责弓箭组 小岸 到 你归他这组 是 我负责侦察组 报告 假 咱六班吧 是战斗班 平常也没啥侦察任务啊 就算有的话 也不用班长亲自许您啊 万一你要出个啥事 你说 这咱六班咋整个 你说呢 报告 说 班长 我呢 就是钱牛庄的人 对这周围地形非常熟悉 那董存瑞又担任过儿童团团长 又是民兵 有丰富的侦察经验 我俩应该担任侦察任务 其实就我自己的意思呢 还是到攻减组杀个痛快 可是我愿意跟董存在一起 所以班长您就 行了 你是班长我是班长啊 解散 我是六班班长罗志英 那我第一次傻鬼的时候 那也吓得直哆嗦呢 敌人的炮火那么猛 你没看见吗 你瞎点把命给丢了 你知道吗 以后脑子里边要个小 时时刻刻记着 组织性 继续性 不要给六班丢脸 六班愿意留下来 完成组织证 不行我还吃不了你呢 他咐 红丢脸 这革命啊 不是你随随便便 悉神就能成功呢 不要给 六班 都链 了 哎呀 是你呀 我还以为啥鸟叫呢 啥子啦 啥子啦 瞎做什么啥呢 想跟老班长了 想跟老班长了 老班那儿活着的时候 带兵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什么事都放在名处 那哪儿想通王海山的呀 你看看 什么事都扒着往心里藏着 你就说在今天那分的叫什么组 那还不是把咱们都分成三六九等 那打仗的时候 他就会这小孩向前冲 留下来让咱们打烟火 你说他是不是太自私了 哎呀 谁说不是呢 不过他的阴谋不是没得逞呢 你说咱们解放军官民平等 他王海山凭什么一万税不能端平啊 你对他不了解 他那个人哪 心眼多 肯定是好的 我就说 Roberts ども的人我端然比较 bird 小伙子 安全啊 来事个elf 老闹了老半天呢 你说 这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 咋说没就没了呢 大宽哥 咱们老板长活着的时候 叔叔 是要咱们有顽强的精神 没有咱们翻过去的山 只要咱们能活着 就不能给咱们六班丢脸 只要还活着 就不能丢脸 冬村内把这句话铭刻在心里 要像牺牲的老班长一样 活着为了前进 战斗为了胜利 不停地前进 不停地去赢得胜利 老板 不停地讨厌 不停地去至少 不停地训练